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必了 我们只想回家 刘先生请留步 在您回家之前 我想请您再帮我办件事 看来你们所谓的释放 是有条件的呢 刘先生 推开那扇门就是会议室 在会议室里有很多记者在等着您二位 他们非常想知道 您二位在重获新生之后有什么感想 好 没问题 我奉陪 别急 发言稿我已经给您写好了 你照着面就行 暗无天日的渣字洞 竟然让你们说成了人间天堂 对共产党人的残忍虐杀和刑讯逼供 让你们说成了叫化和感讯 这满指的荒唐言论 就能掩盖残暴的事实真相 粉饰发指的累累罪行吗 还让我对你们的法外开恩感恩戴德 不错 姓杜杨 我告诉你 你打错了算开 杰伯阳 我实话告诉你 在你面前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捡起发言口 推开这扇门 照本宣科 那样的话 你们二位就可以非常从容地 离开这里 继续你们的甜蜜爱情和幸福生活 要是我不合作呢 要是你不答应 你会被送回监狱 吃不尽的苦头 受不尽的苦香 楚小姐想为两个幸福 她会在今天晚上就被魅力哭绝 香消玉圆 泪洒黄绝 我保证 我一定会亲手拍这张照片 送给你当作纪念 说到错了 郭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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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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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合作 郭阳 郭阳 我想见一下我大哥 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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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苦了 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大哥 家里好吗 母亲好吗 只要你离家出走以后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你卫博的事 没敢告诉他 要是他知道了 肯定受不了这个打击 大哥 家里就都交给你了 照顾好母亲和哥哥姐姐她 郭雅 听大哥一句话 别闹什么共党了 我路过广州的时候 看见沉批的共产党 都被他们杀掉了 至于此 要不是我和林二哥 为了点到处活动 你还能够在这儿见到我吗 大哥 你是不是给了他们很多钱 不值钱 只要你能够出来 花多少钱 我们都不在乎 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 记得过一金书 我就带你走 先去香港看不起 然后转机去美国 林二哥哥在那里 跟你联系了一艘大学 你的学籍 你最喜欢的 哲学籍 林五姐在那边会等着你的 我听说你交了一位女朋友 他可以和林二哥一起去 好 大哥 我都听你的 这真是我的好兄弟 大哥 我要去见记者 你的衣服给我用一下 好的 来 你拿去 你去吧 你大哥为了你的事情可是杀匪苦心 千万别辜负了他 放心吧 刘先生能够浪子回头实在是难能可贵 杜处长 你看我跟楚云霞两个人同时上台发言 您觉得 是不是更有说服力啊 好啊 双双改国自新 一起远走高飞 不错的主意 去吧 宇佳 帮我走 国阳 听话 我不 听话 各位先生 女士 让大家久等了 我叫刘国阳 这是我的妻子 今天 作为当局首批释放的政治犯 我和我的妻子 将在这里发表 重获新生之感想 这份发言稿件 是二处处长杜音山替我写 我的感想 竟要由他人替我执行 实在是可笑 大命 华之大吉 在本师哥的山脚下 有一座监狱 名字叫渣子洞 我和我的妻子 就是刚刚从那里 被释放出来的 渣子洞监狱 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那是军统特务 专门从事残害革命 知识的阴森地狱 是杀人的徒长 是罪恶的魔窟 一九四六年八月 他们在那里 枪杀了车药仙和罗氏门 随后回尸灭继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朱念荃 尚城门 及张长敖三人 被他们用电刑和狮子稿 杀害在那里 雷雷暴行 万言难尽 滔天罪恶 庆竹难输 郭阳 你再打头发挡 老子给你弄回啥东西 诸位 都看到了吧 你这位电刑的 透嘴脸 不便是非真伪 不分青红造白 只适时法律于不顾 只知道用沾满鲜血的双手 到处抓人刑讯逼宫 草奸人命 在这里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扎子冬 那是一口活棺材 一个让人想一想 冬毛骨悚然不寒而泪的活棺材 老虎灯 水葫芦 鸭儿拂水飞鸡下蛋 多么别致而又丰富的字眼啊 可这些 在特务的磁脸里 是剑者精心闻者扎实的 四十八套刑法中的几套而已 是对付革命者的工具 是赏心悦目的游戏 刘先生 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说的 是谢霖霖的事实 谢霖霖的惨相 我信 请大家看这里 这是至今仍被关押在魔窟 惨遭摧残的全体难有的性命 两百多位啊 这是他们的亲笔签名 不许判 都不许判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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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 下 上 下 哪家报社就跑了 只有一家 香港大公报 副总 照片呢 洗出来了 马上上发通缉令 可是现在正是何谈起 我不管 可是这些照片 你 笨蛋 刘伯阳在哪儿 这是一事 刘伯阳我要杀了你 彼氏杀了你 彼氏杀了你 还不在 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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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竹 林霞 竹竹 来 快去 快去 好把握 快去 那边 倒杯水来 雲霞 你先别哭 你怎么了啊 你怎么逃生来的 来 坐下来说 好 呜呜呜 好 我不杀你 现在杀你便宜了你 刘国阳 就你今天的表现足以让你加码风涨 几根金条几块金表我早就看不上眼了 到时候你的大哥会去全家这里来输你 行吗 说实话做生意我不再好 可是买卖人头的营生我却是行家利手 到时候我会让你全家精疲的进入家图四壁 而你依然会死无葬身之地 而且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快 我得跟你做做游戏 渣子洞监狱四十八套刑法 跟这些游戏比起来那是九牛一毛不值一匹 那好吧 你都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稍等 打 公元前44年3月15日 凯撒大帝 身中二十三刀 死在他昔日盟友旁背的雕像面前 就在他遇刺的前一天 他的骑兵长问他 什么样的死法最好呢 凯撒说 迅速而意外的死亡最好 他还说愿意突然的死去 没想到第二天他的预言就应验了 迅速而意外的死亡 这个死法确实不错 可是你刘国阳的死 一点也不意外 更不会迅速 我会给你注射一种药物 嗯 这些药物我会让你清醒好几天 在你清醒的时候 拷打你 折磨你 我会让你 每一秒 过得都像一年一样 第一天你会 疼痛难 第二天 一什么火 第三天甚至你不知道自己就要死 不让你生 不让你死 不让你死 就是让你在生和死之间 挣扎煎熬 流连荡漾 慢慢地体会一种 生不离死的自然 哼熬 你什么 我和国阳背不到现在 没有颠护党的荣誉 没有想敌人敌我 根本有出卖过同志 好了 我知道 不然的话我们早就转移了 你和国阳都是我介绍入党的 我相信你们也信任你们 张姐 我要向你汇报扎子冬的情况 不急 我们现在已经跟上级党组织 接商关系了 明天党小组会上 你跟大家都讲讲 我 海琳 你去通知竹丸和易燃同志 明天早上在这里开会 是 喝点休息 张姐 我 别哭了 明明已经睡着了 我睡不着 那咱们躺下再聊 来 戒热 男人 猿 ANGEL 我 所 我们 我们 多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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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大家介绍一下遇众的情况吧 哦 好 这个是我凭记忆 画的一张扎子洞的地形草图 扎子洞三面临山 一面临沟 地形非常的隐秘 原本这里是一个小煤矿 三九年军统特务霸占了这里 强行占用了煤窑和矿工的住房 把它改建成了监狱 现在是内外两个院子 内院有一个防风坝和一个一楼一底十六间牢房 这一侧有两间平房 是储存室 外院是军统特务的办公室 这个是宿舍 这个是厨房 刑讯室在这儿 院内有一个港楼 上面架有两挺机枪 在微墙的周围还有三个 每次站岗至少有一名哨兵 我听医生的老同志跟我说 敌人还在山上设有堡垒和机枪阵地 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太清楚 昨天我和郭阳坐车离开渣子洞 路不太好走 但是根据车速和行车的时间 我们可以计算 从渣子洞到白宫馆 大概是两点五公里 从白宫馆到小阳公桥 也就十分重的车程 路上有四个哨甲 但是我们路上蒙着黑布 到底有多少哨兵站岗 我们就不知道了 目前我们了解的基本情况就这么多 现在大家就分头去搜集这些情况 只要是跟白宫馆和炸子洞 能关联的信息都要搜集起来 不要遗漏任何对营救行动 产生任何影响的事情 分头行动吧 好 张姐 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吧 你现在出去很危险 还是好好在家里静养几天 明白 还可以帮我召开一下明明 张姐说得对 以后 会有任务交给你的 我 行 明明哭了 好 那我去看看 好 张姐 你现在工作任务很重 带个孩子不方便吧 是啊 从重建回来 一直是老康叔帮我带孩子 明明跟我 多不亲了 老康叔明天就要去淮英山接一批队员了 他这一走明明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通知们每个时间就帮他打理 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行不行 说吧 把明明交给姐姐上 可以吗 好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只是姐姐能同意吗 这边的情况 不敢跟她讲 怕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不过 我已经打电话 通知他们娘俩来重庆了 现在应该在来的路上了 姐姐苦忘了这么多年 一直盼着 她能和老康相聚 如果她知道老康牺牲的消息 她能 更何况 还要让她去照顾一个 老康和别人的孩子 一般女人都承受不了这些 姐姐是一个豁大善良 通情达理的人 我想 只要我们一起跟她解释清楚 她是会鼓劝大局的 毕竟 姐夫已经不在了 而明明 也是姐夫的孩子了 以前跟四哥在一起的时候 也经常听她提起姐姐 说姐姐 虽然 是一个 没有怎么读过书的人 但还是一个 胡达之灵的人 我也相信 姐姐会把韩宁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她 那好 那就这么定了 一位姐姐的消息 马上通知你 咱们见个面 要不是长江战事 冲淡了刘国阳制造的麻烦 上面怪罪下来 我们的责任就大了 和谈破裂了 咱们这次又可以 明刀明枪地和他们较量 和重庆地下党的较量 其实就是和江朱云 一个人的较量 我们只要抓住了江朱云 就等于抓住了他们的七寸 畜作 咱们是不是来个全市大搜捕啊 不 那样会打草惊蛇 该是潘图志 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这小子现在是惊弓之鸟 没有要紧的事 他从不出门 他还从咱们处里借了几把枪 在南岸雇了几个小流氓 帮他看家胡远 有三件事情 马上去办 先去报社 把潘图志写的反共宣传文章 全文署名刊登 潘图志住所的大致方位 也要在文章当中 巧妙地透露一些 记住 在文章的结尾 一定要写明 他最近 就要去上海 南京 成都 配合我们的行动 这张报纸 不能让潘图志看到 明白 第二件事情 马上成立一个特征队 分三组 在远离潘图志住所的三处 二十四小时蹲守 配备捕画机 保持联络畅通 是 第三件事情 我们要为江竹云 扫清除奸障碍 您是说 拔掉潘图志甲那几个 对付流氓 就得用流氓的方式 记住 这些事情 都不能让潘图志知道 是我们干的 明白 去吧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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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辛苦辛苦啊 好 来放点抽 谢谢啊 来喝一个 来喝 好酒 来来来 去去去去 去 人都要起了吗 回头 特征队九亿七十四 出发 三 小小转 一号转 跑步走 颜哥 三十五军呢 已经逼近三浦地区了 嗯 那可是南京的大门呢 哎 照这个打法 解放南京 那就是一代烟的功夫了 哎 解放重庆 更不用说了 是不是 好了好了 大家还是 想想怎么营救育中的同志吧 江姐说得对 大家都跑了一天了 都说说 有什么收获 那 我先说吧 好 我了解到一些白宫馆的情况 白宫馆呢 原来是一个四川军阀的别墅 三九年 戴笠买了下来 改成了军统局本部直属的一个看守所 原来的防空洞 改成了现在的刑讯室 储藏室呢 改成了地牢 这里的看守呢 并不是很多 大概也就十几个人 另外 我还打听到一个消息 刘欧阳同志今天下午 被敌人也转移到了那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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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霞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个好消息 只要人活着 就有希望 太多老子 是 是 藏室 好 所以我没想到 我还肯定对谁 会认同志 那是 这的地方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找到 我啊 作强 这一开始 咱也讨厌 那是不是 人家 也讨厌 他 是 我 这个人就是负责哥乐山地区 特捅区守卫任务的 可惜的是 前几天这个营长被调走了 计划呢 也就中途夭折了 我目前了解的情况也就这么多 大伙知道我今天去哪儿了吗 对啊 你今儿去哪儿了 怎么还挂彩了 你猜 难不成你还去了渣滋洞了 我还真去了一趟渣滋洞 云霞姐不是说 渣滋洞附近有个水沟吗 对啊 我当时就想 这水它总要流下来啊 那流到哪儿 总得有个地方吧 可我这么一打听啊 还真找到那个地方了 只不过啊 现在是旱季 没什么水 我就顺了那水沟啊 七拐八拐地我就爬上去了 那沟真难爬 水里啊 除了石头就是杂木 还剥脚刮伤了 那最后怎么样了 最后啊 最后 我爬了一个多钟头吧 就爬到渣滋洞附近了 真的 真的 我都听见渣滋洞里边狼狗叫了 海铃提供这个线索太重要了 这条水沟 很有可能成为将来 我们武装给予的秘密通道 还有更重要的呢 就在我要回来的时候啊 我一转身 吓了我一跳 我就看到 有个浑身黑乎乎的东西 两个眼睛 直勾勾的 就瞪着我 你们猜是什么 别猜了 你就快说吧 是个煤矿工人 就是老百姓说的没话了 浑身 黑乎乎的 什么都没穿 头上啊 带着个圈儿 圈上啊 有盏油灯 不可能啊 自从渣滋洞 被改成看守所之后 那里哪会来的煤窑呢 真的 你以为我给你讲故事啊 我不信 海玲说的是真的 我在狱中 听少爷大姐跟我说过 有一次 她去榨子洞的小水沟 去洗尿布的时候 就碰见过梅花子 监狱里还有孩子啊 嗯 少爷大姐的女儿叫卓雅 不到一岁 我们都叫她狱中之花 刚生下来的时候特别爱笑 渐渐的 后来就不笑了 妈妈吃不饱 营养又跟不上 既然能够 走出扎洞大门 接进水沟 她怎么不跑啊 她逃走了 孩子怎么办 后来大伙反复地和索方交涉 才同意了在放风的时候 由看守压着 到扎子洞门口的小水沟 洗尿布和衣物 也不是天天都能去 但是这个要看 值日冰的情绪了 由于里面缺乏 必要的食物和营养 大伙的身体天天地下降 其实洗尿布 这种杂活并不容易 可是大家干起来 还是很吃力 为了狱中受苦的同志 为了可怜无故的小卓雅 我们就算付出再大牺牲 保再大危险 也要把同志们营救出来 根据海灵提供的情况 我们可以这么办 等邮寄队的同志到了城里以后 我们可以让同志们 到海灵提供的那个梅窑 去做工 把五星秘密带上去 想办法接进扎子洞 然后再赶到白宫馆 去营救那儿的同志们 这办法可行 这梅窑里这个炸药啊 肯定有 到时候一打起来啊 用得上 目前 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 就是 如何和郁中同志取得联系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计划 让同志们 做好越狱的准备 然后 里应外合 冲破牢笼 或许 我们可以跟白宫馆联系上 四六年的时候 这个杂货铺 就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 那年我听老鹏给我讲过一件事 大概是 六月中旬的一天早上 有一个人 从白宫馆拿了一张字条 就找到了这个联络站 字条是车要先同志亲笔写的 内容是 白宫馆和这个联络站的接头方式 字条里面具体的内容 老鹏没有跟我说 来的人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 老鹏叫他说书人 从那之后再没联系过 联络过 这要先 罗世文 两位同志牺牲的时候 消息也是这个人传出来的 当时这间杂货铺叫什么名字 圣级杂货铺 改回来 尽快把这间杂货铺 改回原来的名字 好 明天上午 杂货铺就改名字了 重新改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